今天我們討論一種新被發現的病毒,叫做狼野病毒 在2022年8月4日出版的《全球權威性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中報導一篇報道 講述有關於這隻在中國東部山東和河南省發現了35人被感染 他們與動物有接觸歷史 其中有26人只是感染了這隻病毒 其餘的9人也同一時間感染了其他病毒 狼野病毒屬於腹黏液病毒科 同科的病毒包括麻疹或腹流感病毒等等 但這隻病毒就與現在流行的病毒不同 相信這隻病毒是由動物傳人 在此研究中發現山羊的血量有2%的血清是呈羊性反應 在9隻中發現有5%的病毒 這次研究也有對25種野生動物作出檢測 發現其中一隻叫渠精的動物 血清的陽性比例是最高 有27%的 科學家相信這隻動物是天然屬主 渠精是甚麼動物呢? 渠精是一隻鼠類的動物 外觀有些像牆鼻鼠一樣 雖然他們的體質很小 但其實是一隻很兇猛的食慾動物 至於人是經過甚麼程度被渠精感染到呢? 暫時還沒有定論 但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動物 或者接觸到他們的分泌物 或者渠精污染了人類食物 也有機會是傳播的途徑 至於會不會人傳人 在目前密切追蹤的研究看來 這隻病毒並沒有人傳人的證據 在病人之間都沒有密切接觸史 或者共同接觸史 這樣推測淫慮感染 只是偶發性的事件 但今次發病的人群數目不多 所以還需要密切監察日後的情況 尤其我們知道這隻病毒有一隻近親 他叫做立帕病毒 Lipovirus 他證實了是可以人傳人的 今次報告的病例 都沒有死亡過案 但這隻狼野病毒的真正致死率 還是未知之數 近親立帕病毒的死亡率 就可以高達40% 通常這類自死率比較高的病毒 他的傳染力都不會很強 比較不輕易引致全球的大流行 相比起新冠病毒 患有狼野病毒的患者 大部分都會發燒 所以希望可以以發燒的細茶 進行初保的診斷 較容易進行感染控制 較容易進行感染控制 在這次研究中發現 26名患者全都有發燒 大概有一半有疲倦 咳嗽 沒有胃口 還有肌肉痛 大概有三分一 有作嘔 頭痛 還有嘔吐 還有嘔吐 血化驗顯示 大概有一半人的白血球 就會降低 三分一人的血小板 也會降低 肝臟腎臟功能 也有機會受到影響 因為這隻病毒這麼新 暫時都未知 有沒有針對性抗病毒藥 可以抑壓它 所以大部分患者 都是支援性的治療 也未有針對性的疫苗 去預防它 在預防方面 尤其是去當地發病區去旅行的時候 就要避免接觸這隻拒症 這隻天然宿主 也要留意有沒有相關的病徵 至於公共衛生的控制方面 我們也要密切留意這隻病的走勢 有沒有機會流入其他地方 而且還要快去知道病毒的基因排序 就可以做一個測試劑 如果真的萬一有這類的病人 來了香港 我們也可以跟他測試 有沒有機會是這隻感染 發病當地 需要加強對人和動物的監測 要搜集更多的資料 譬如有沒有一些沒有症狀 或者是很輕微症狀的人 曾經接觸過病毒 而出現了血清有陽性 或者是有沒有人傳人的情況發生 這些都是對於防控 是很有用的治療